你父亲去世前 其实将储氏的一半股份和一大笔资金 都秘密放置在了别处 不知道知不知道什么事情 股份 资金 我不太清楚 储氏集团的股份分配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七大元老手中所持有的股份 还有一部分是由储氏集团历届总裁所持有的 但这两个是有很少的评论 还有一大半都在你去世的父亲身边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出过这件事情 你不知道很正常 这件事情只有和其他几位元老知道 我不知道我父亲给我留了这么多遗传 你真不知道吗 当然 没事 你不知道也没啥事 看来这些东西还在 老爹 你怎么突然打听这个 没什么没什么 我就是想确定一下东西还在不在 如果储氏遇到危机 还能帮储氏你吧 是不是 放心吧 有我在 储氏永远不会遇到危机 老爹肯定相信你 你老了 老爹 龙儿也长大了 是啊 我也不是以前那个任人摆布的储云龙了 希望有些人可以早早收手 总裁 我们该回去开会了 老爹 我们有事就先走了 龙儿现在要走吗 不多陪老爹聊一会儿 不了 等我凯旋回来 再来和你喝茶 好 好 他说他不知道 老头子肯定把东西给他了 我调查清楚 你再去调查调查吧 是 对了 盯紧王室那边 让他们再制造一些混乱 最好让储氏集团从内部瓦解 是 还有 要盯紧褚英雄 如果他有什么其他的决动 立马告诉 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应不应该说 说 楚鱼龙让凤舞前几天 买了海都市的天圣集团 有什么其他的动作吗 没有 就是切断了周家和孙家的合作 让周灵儿当了项目经理 都是这下动作 不用在意 是 那个凤舞倒是有些能力 要是能为我所拥就好了 可惜 他是老爷子去世前的亲信 会投靠我 实在认为 况且 这世上没有人不爱钱 看来他已经知道一些事情了 总裁 老爷去世前 除了交给你股份之外 还有其他东西吧 仅仅仅只是一些股份 不知为何 养父非要得到 为了操控 出世集团吗 我不仅说过 此人如果丢掉野心 也许是一名干家 可惜了 肖子 肖子现在势力都不容小觑 其他的长老都是他的宋 我当然知道了 所以 我让他来参加婚礼 这样和孤立委把他们露出 总裁真厉害 想来一个梦中拖鞭 就看他进不进这个圈套 就看他进不进这个圈套 可是王氏那边还在纯准欲动 不知道我们的人还能坚持到多久 肖子以为和王氏合作 只能搬到位 简直就是一死 总裁这么多年受苦 是不是都是为了这个 你猜到了 因为总裁不会突然间现任 而您走后 肖子独揽大权 闹得处事人心 就是要培养他的野心 然后彻底击碎他的野心 总裁 您真的成长了很多 我父亲之前跟我说过 权力是要相互制 如果有心怀不回应 应该快速解决 您要怎么处决肖子 他虽然对我有培育之恩 不过都是为了一己私利 希望这次见面 他可以收手 您来见他是为了 没钱 如果他及时收手 待我打败王氏之后 他还是我的养父 还是处世的元老 如果不及时收手 那就让他自食其苦 是 放五定会协助您 得逞所愿 林总 你有什么事吗 哎 也没什么事 周小姐 听说后天 就是你的婚礼了 林总 你也知道这件事了 当然 咱们海独是第一美女的婚礼 谁不知道啊 但林总见笑了 卢先生能不能 给我办这场婚礼 还不一定呢 我相信 你先生一定可以 办一个轰轰烈烈的婚礼 我也不抱什么希望 能勉强办这场 过得去的婚礼 就已经不错了 周小姐 证婚人找了吗 还没有 凑合能结 就算好 那怎么可以 明栋海都的第一美女的婚礼 没有证婚人 怎么说得过去啊 其实都是一个流程 没关系 那你看看我怎么样 可不可以给你们做证婚人啊 什么 林总要帮我做证婚人吗 来坐下坐下 对呀 不知道 我有没有这个资格 当然有了 但您是偏重集团的广州里 这里忘记 我可不敢让你给我做证婚人 嗨 后天是周末我又不上班 可是 哎呀 别可是了 能做海都市第一美女婚礼的证婚人 那是我的荣幸啊 而且 我还能给你沾不少光呢 好了 别说那么多了 现在我们去选婚纱 记得叫上你的闺蜜走 可是现在是上班时间啊 还上什么班呢 后天就是你的大喜致了 人生头等大事 一辈子就一次得抓紧准备啊 走吧 林总 其实不用 哎呀 行了 买婚纱的钱 公司出了 林总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关心下属吗 只是这个 哎呀好了不提这个快点走 不然婚纱店关门拉操 哎 喝点水 走快 今天林总也不知道怎么了 非要带我去选婚纱 试了好多家店累死了 辛苦了辛苦了啊 你怎么一点都不吃惊 哦 哎 为什么要老婆 你演的太假了吧 是吗 我问你啊 是不是你跟你的战友打过招呼 让他关照我 所以林总才来我去 就选了婚纱 有吗 没有吗 我就知道是你 我知道你战友是有钱 但是咱们怎么不能总亏欠人家的 知道吗 哎呀我知道了知道了 我明天就去告诉他 让他收敛一点啊 现在差不多 我婚纱都试的差不多了 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 我早就准备好了 后天啊保守给你大的大的惊喜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如果你敢耍我 那你就死定 哎 我要是敢耍你 要杀要管 随便 老婆 我一点事要出门一趟 好吧